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尽管USB-C逐渐成为整个消费电子市场的主流借口 但新款Mac mini取消USB-A借口 难免对用户部分场景下的使用造成一些不便 在没有充足生态支持的情况下 贸然取消USB-A借口 也有可能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向 可苹果为何不顾市场现状 机械砍掉USB-A借口 难道真的不怕影响到Mac mini的销量 USB-C全称USB Type-C 相应规范由USB开发者论坛发布 2014年8月最终确定 同年11月 诺基亚N1平板电脑首次实现USB-C接口落地商用 不为大众所熟知的是 苹果其实是USB-C接口的主要开发和推动者之一 2015年就推出了首款搭载USB-C接口的MacBook 2016款MacBook Pro更是首次采用圈C口设计 随后 苹果旗下的iPad Pro和iPad 也陆续换上了USB-C接口 只有iPhone设备 苹果迟迟不愿意将Lightning接口更换为USB-C接口 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是利润问题 iPhone营收长期占苹果公司50%以上 苹果虽允许用户购买第三方Lightning线缆 但要求线缆必须通过苹果未认证 依靠该认证苹果就能躺着赚钱 更换为USB-C接口后 苹果建议用户使用通过 无非认证的USB-C线缆为iPhone充电 却无法阻止用户使用普通线缆充电 博盟工业委员D.I.布雷顿曾警告苹果公司 不接受对充电器交互进行限制 不符合统一充电器要求的设备 将不允许进入欧盟市场 其次 苹果对于Mac、iPad、iPhone三类设备的定位不同 iPhone是通信工具 信息传输可以通过隔空投送实现 在电脑和平板等设备上完成所需的办公操作 iPad定位是支持轻度办公的娱乐设备 更换为USB-C接口方便外接显示器等设备 Mac则是办公设备 USB-C接口相较苹果自己的MacSafe、Lightning等接口 以及电脑端常见的USB-A接口 在带款、传输速率、供电能力等方面都更具优势 Mac mini砍掉USB-A接口 有利于提高节程度并缩减尺寸 马克古文万透露 新款Mac mini比旧款率高 但整体尺寸小了不少 能够轻松放进一副口袋 与追求性能的MacStudio和Mac Pro不同 Mac mini更像是一款随时可以放入口袋带走 异地连接显示器、键盘、鼠标、电源 旧能办公的移动高性能台式机 只是取消USB-A接口利弊并存 看似提高了Mac mini的接程度 成功缩小了设备尺寸 提升了设备的便携度 但也会影响到用户的部分体验 甚至可能让拓展物或转接头 成为Mac mini的标配搭档 尽管USB-C接口拥有更大带宽 更高传输速率等一系列优势 但在电脑领域之间便能取代USB-A接口 原因在于 除比基本移动万公万 我们日常使用电脑一般少不了键盘和鼠标 但蓝牙键鼠的延迟略高 延迟较低的2.4G无线键鼠接收器 大多是USB-A接口 许多U盘也坚持采用USB-A接口 更何况 USB 3.0传输速率能够达到5Gbps 足以满足大多数场景下用户的数据传输需求 因此 Jeffrey认为 Mini主机货币基本电脑 最好能够保留两个机翼上USB-A接口 以便于拓展键盘 鼠标 U盘等设备 MacBook Pro iMac接连淘汰USB-A接口 现在Mac mini也要跟进 未来MacStudio Mac Pro等设备 可能也会淘汰USB-A接口 与有USB-A接口需求的用户而言 拓展物与转接口或将成为必需品 拓展物所需的成本还是小事 全面取消USB-A接口后 一旦遇到需要使用USB-A设备的场景 却没有携带拓展物 很可能给工作带来不便 若一直携带着拓展物 那么苹果通过提高Mac mini其程度 赋予设备的便携性也就成了空谈 至于固定工位办公 Mac mini的尺寸大一点或小一点 又能有多少差别呢 另外 苹果急于更改Mac mini设计 未必没有精品压力的原因 相较于Mac mini Windows平台 mini主机拥有价格优势 而且内存和硬盘比Mac mini大不少 硬件拓展也较为方便 另一方面 Windows平台 mini主机能够提供 更丰富的应用生态 满足用户多方便需求 在Windows平台 mini主机的冲击下 Mac mini地位岌岌可危 苹果取消USB-A接口 或许就是为了打造一款 不同于传统mini主机 更便于公司 家庭 出差等跨地办公的产品 至于接口能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Windows电脑用户或许会感觉多有不便 但苹果MacBook Air Pro iMac等设备已陆续取消了USB-A接口 拓展物几乎成了必备设备 老用户应该很容易接受新款Mac mini 越来越多显示器增加了 对USB-C一线通的支持 而且本身可以作为拓展物使用 也能一定程度缓解 没有USB-A接口的问题 令人担心的问题在于 新款Mac mini是否会带动 其他mini主机厂商 跟风取消USB-A接口 全部换上USB-C接口 客观来说 Windows平台mini主机有增加USB-C接口的现象 目的是方便用户使用USB-C接口拓展显示器 实现一台主机连接两到四台 乃至更多显示器 但一般不会以牺牲USB-A接口为代价 现阶段还没有Windows平台mini主机 敢取消USB-A接口 要知道当前电脑配件生态仍以USB-A接口为主 贸然放弃USB-A接口难免产生诸多不便 站在商务办公的角度来看 Jeffrey认为 mini主机不但要保留USB-A接口 还需要考虑配起HDMI DP SD卡 TF卡接口 以便与其他硬件进行交互 而不是让拓展我承担这些责任 淘汰USB-A的前提是电脑配件生态全面转向USB-C 但一来设计全USB-C接口产品需要成本 二来USB-A的传输速率足够用了 相关企业恐怕没有多少动力去转型 过去苹果确实在手机电脑领域引领了行业风向 但这并不证明苹果的所有设计都是正确的 领先的 微软 AMD Intel以及其他OEM厂商从未停止技术研发 到如今与苹果已基本处于互相学习阶段 依靠自身影响力和长期培养的用户习惯 Mac mini取消USB-A接口在苹果电脑用户群体中 应该不会引起太多反对的声音 用惯了Windows电脑的用户 恐怕没那么容易接受新款Mac mini 不过Windows平台也有许多小尺寸的轻薄 本陆续取消了USB-A接口 一旦消费者逐渐接受电脑需要拓展物或转接口的设定 未来Windows平台mini主机 不是没有取消USB-A接口的可能 行业和消费者最终会怎么选 还要等待市场与时间的验证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于苹果放弃USB-A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请订阅关注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